哈喽,大家好,我是准 我网购的2021子弹笔记本收到了 我们一起来开箱吧 我买的这款笔记本呢,在淘宝也是有的 但我对淘宝不熟悉,而且也是在今年才开始摸索学习网购 所以就决定在自己较熟悉的购物平台收笔做相关购买 我选购的这家销售量最高,评分高之余 包装方面也是超有新的 简易的外层再加上两层的泡沫袋,内层还有花纸 精美好看,还免于受损 里头附送了小礼物,一只黑墨汁的圆珠笔 还有店家的名片 我原定双十一再购买的,但因为双十一前几天它办了促销 由原价二十九令吉九十仙折扣为二十八令吉四十仙 所以就决定提前购买 再加上使用我个人的购物积分和回扣券等 所以实际上是仅花了十九令吉三十仙购买了这本书 店家很贴心的贴了张手写的答谢变迁 在众多颜色中,我选择了深苹果绿 就觉得绿色有种生命的象征吧 那它外层有写一些资料介绍它的总页数 纸质和特点之类的 从我2018开始子弹笔记时就对这本书有所认识 今天终于有机会来亲自实测一下啦 我购买的是硬皮板 外带一个松紧带 一打开就有Paper IDS的品牌标签 以及填写使用者的资讯栏 之后就是两页的空白页 只不过一页的角落有写着一些相关资讯 接下来也是空白页以及两页的目录表 然后就是开始那页 我选购的是点正本 点与点之间的空隙刚好 生前也很满意 不会影响绘画与书写 页面角落硬有页码 之后全都是点正页 里头附有两条苹果绿的书签袋 来试试看它的平坦能力 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 也许是因为它本身也不厚吧 在上个影片我有提到 为了方便收纳就根据自己的需求 购买了仅含188页的本质 两面空白页后有个收纳袋 方便收藏一些贴纸啊 图件啊 资料等 它表面的触感还蛮特别的 和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很平滑 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它的外皮和内叶之间有些距离 能够很好的保护内叶 避免内叶皱褶的情况 本质的边缘是以圆滑设计的 可以避免快速拿取时刮伤手指 内叶有些许偏淡黄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视感舒服 纸质是100克无酸纸 接下来就在最后几页做个笔刷测试 我这里将把我所拥有的所有笔 都进行一次刷射 主要目的是为了测试 内叶纸质的承受能力 避免在之后使用时 出现透液、深墨或淹没的情况 此外也可以当作色彩图件 在之后定色调或配色时 可直接在这里查看相关笔刷 在这本书上发挥的色彩效果 与此同时 也可以在下次购买新笔刷前 翻阅查看 避免购买到近乎相同颜色的笔 最后一点就是可以让自己清楚了解 自己所拥有的笔刷数量 建议警惕自己以理性选购需求 而非盲目购买 我这里根据不同的笔形 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刷色 双头软头笔 笔毛刷色一次 笔尖则在小方格里重复刷色 并化现已是单刷 印头水彩笔在小方格里重复刷色 并化现已是单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UMBO软头的部分一半单刷 另一半则双重刷色 这页好了之后呢 就个别写上相关的笔形 之后就是继续下一页的刷色 这页主要更多的是 荧光笔 马克笔和水彩之类的 刚刚没注意到 不小心磨蹭到了未干透的 荧笔墨汁 只好用修正袋盖掉 然后就是水彩测试 首先是以颜色较浓稠的方式 进行刷色 再来是以水含量较多的方式进行刷色 笔刷测试就这样大功告成啦 先看看这一页的测试效果 完全没有透页的情况 拿进一点仔细看是看得到些许色彩 但不算透页 如果延时压下去的话 可以透视到纸上的色彩 但这应该算是很正常的吧 接下来是有大魔王 Shopee Margaret和水彩的测页 荧光笔的部分一切完好 而水彩的部分不怎么透 但有些皱皱的 不出所料的是马克笔透页了 不过还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大家应该也很少 在子弹笔记中使用马克笔吧 以上就是我的笔刷实测啦 纸质的承受力 整体来说还是很满意的哦 有兴趣的话 大家不妨买来试一试 最后再次来个小小的总结 我也会把我网购时的这家店的链接 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来到了影片的尾声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 不妨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和Instagram 以及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 告诉我你的看法与建议 希望已经有写子弹笔记的爱好者 继续收华与努力 还没开始写的 则欢迎你们随时开启 属于自己的子弹笔记之旅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